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日前在欧洲举行的年度开放式创新平台论坛上,台积电向合作伙伴介绍了公司下一代代工技术路线图。其中尤为主目的是,2奈米GN2、N2P和N2X工艺技术将在未来几年引入多项创新,包括环绕炸集奈米片TAA电晶体、背部供电,以及超高效能的金属绝原体金属、Slim电容器。 奈米片GAA电晶体的工作方式,与人们所熟知的FinFET不同。因此,EDA和其他工具和IP制造商必须从零开始构建其产品。 这正是台积电开放式创新平台展示实力的地方,使合作伙伴能够提前开始着手其产品的工作。 Cadence和Synopsys的主要EDA工具以及ANSYS和SIMENSEDA的许多工具已经通过了台积电的认证。因此,晶片开发商已经可以使用它们来设计晶片。 此外,Cadence和Synopsys的EDA软体已准备好用于模拟设计迁移。 而且,Cadence的EDA工具已经支持N2P的背后供电网络。 预构件的IP设计需要更长的时间。 台积电的基础库和IP包括标准单元、GPU ESD、PLL、SRAM和RAM, 以为行动装置和高效能运算应用准备就绪。 同时,一些PLL存在于前夕验证套件中,而其他一些已经过西化验证。 不过,诸如非易失性存储器、接口、IP甚至晶片分组、IP等模块尚不可用, 这制约了一些晶片设计的进展。 但根据台积电的演示,Alphabet Wave、Cadence、Credo、eMemory、GUC和Synopsis等公司正在积极开发或计划开发这些模块。 总之,用于涉及2奈米晶片的工具和酷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中,但还没有完全就绪。 台积电有一个开放创新平台OIP拥有一个大型工程团队,已经提前与EDA合作伙伴、IP合作伙伴和其他合作开展工作。 台积电今年正值开放创新平台成立15周年。 这个平台汇聚了代工厂的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客户,帮助台积电的客户能更高效快速地实现晶片创新。 开放创新平台现在涉及数十家公司和逾七万个用于各类应用的IP解决方案。 它仍在不断发展。 未来几年,2奈米等新一代工艺技术和先进的封装方法成为主流时,开放创新平台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台积电称之为,不仅仅是一个营销计划,实际上是一个使整个行业能进步的工程计划。 台积电设计基础设施管理负责人Cocopatch Aaron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2023年OIP大会上表示, 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工程团队,与EDA合作伙伴、IP合作伙伴和设计合作伙伴一起工作。 另外,缩短上市时间是台积电开放创新生态的出发点之一。 在2008年开放创新平台出现之前,台积电需要大约18个月的时间开发一个工艺技术和工艺开发套件PDK, 然后将PDK和设计规则移交给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体和IP开发商等合作伙伴。 后者将再花12个月的时间开发EDA工具和构建IP模块, 然后再向晶片设计师提供方案和IP解决方案。 接下来,晶片开发商又需要12个月的时间来构建实际晶片。 通过开放创新平台,台积电的EDA工具和IP设计合作伙伴可以在台积电开始开发新工艺节点后的几个月内, 启动他们的产品开发。 等台积电最终确定其工艺技术时,EDA工具和IP已准备好可供晶片设计师使用。 台积电认为这能缩短大约15个月的上市时间。 这样,随着新节点的开发时间不断拉长, 晶片的开发时间也在不断延长, 台积电与EDA和IP提供商之间的提前合作的价值也在不断提高。 比如,台积电与其合作伙伴合作开发2奈米7N2的EDA和IP准备工作已经两年了, 目标是在2025年下半年,让工具和通用IP为晶片设计师准备就绪。 台积电在选择加入开放创新平台的公司时非常挑剔, 需要成员真正做出贡献,使共同努力成果大于各部分之合。 由于台积电客户使用由开放创新平台参与者提供的IP、软体和服务, 后者必须在各自领域真正优秀才能成为开放创新平台的一部分。 事实上,台积电甚至有其TSMC9000计划,为IP设计设置质量要求。 IP合作伙伴要经历TSMC9000评估,结果在TSMCOnline上公开, 为客户提供IP可靠性和风险方面的指导。 在进行量产前,IP提供商会首先完成IP设计的Takeout, 即生成制造文件。 然后使用这些文件进行Test Shuttle,即试制一小批晶圆用于测试。 之后,他们会根据TSMC9000的检查表对IP进行评估。 客户可以在TSMCOnline上看到所有的测试结果。 这样就可以在量产前对IP的质量和正确性进行验证, 以确保量产后的可靠性。 Cocopatch Aaron解释道,因此,客户可以看到, 这个IP已经进行了西化,因此他们对该IP更有信心。 他们还可以看到有多少客户采用了该IP, 制片流片了多少次,量产了多少次。 简而言之,这就是IP的消费者报告。 联盟成员在台积电的一级目录中列出他们的IP, 包含39个贡献者提供的数千个IP选择。 客户可以使用TSMCOnline设计门户上的IP中心搜索,IP。 目录中的每个IP都是由其原始合作伙伴开发、销售和支持的。 同时,晶片开发商甚至可以用一个IP比较另一个IP的受欢迎程度。 这可以让晶片开发商对其选择有更多信心。 在当今封装越来越昂贵的情况下,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在3奈米、2奈米和未来节点中将更加重要。 总体来看,尽管N2还有几年的时间, 但许多主要的EDA工具、验证工具、基础、IP以及N2的类比IP都是全新的, 晶片设计公司已经可以使用了。 所以,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N2晶片量产的准备工作早已经启动。 因此,在台积电2奈米晶片,其开发生态已经接近完成的背景之下。 10月下旬,总部设立于日本横滨的SOC供应商Socianex宣布, 将与ARM和台积电合作开发一款采用台积电2奈米技术的创新功耗优化32和CPU晶片, 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伺服器、5G与6G基础设施、DPU和网络边缘市场提供可扩展效能。 工程样品计划于2025年上半年提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